化学老师下海创业,打拼三十年创造八百亿医药巨头,这位创始人叫钟慧娟,他的企业正是大名鼎鼎的汉森制药。 就在今年三月,钟慧娟以625亿元的身价再次荣登胡润全球富豪榜,他的汉森制药如今也拥有着840亿元的庞大市值,医药女王这一称谓钟慧娟名副其事。 除此之外,钟慧娟的丈夫也不简单,她的爱人就是恒锐医药的创始人孙飘扬,同样是中国制药领域的居无霸。 那么,这对夫妻是如何从当初的小职工做起,一步步成为如今中国商界的神雕侠侣的呢? 本期创始人观察就来带大家走进钟慧娟夫妇的创业故事。 1961年,钟慧娟出生于江苏连云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 钟慧娟的人生经历和丈夫颇为相似,都是学霸出身。 在1978年,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,钟慧娟就考上了徐州师范学院的化学系, 具体一点就是制药的专业。 此时,中国的医药相关学校之间相互会组织学生交流学习, 夏浩孙飘扬也在同年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, 两人就这样命中注定般的相遇了。 由于都是学霸,性格爱好也颇为相近, 钟慧娟和孙飘扬迅速熟络了起来,坠入爱河。 毕业之后,孙飘扬被安排到了连云港制药厂当药技师, 而钟慧娟也在连云港的一所高中当一名化学老师, 这对学霸情侣看似都找到了体面且稳定的工作。 然而此时正是八十年代初期, 孙飘扬和钟慧娟也耐不住寂寞,想要下海创业。 但工信阶层的二人想要创业谈何容易, 直到1990年,创业的机遇才真正来到了夫妻二人面前。 1990年时,孙飘扬的连云港制药厂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, 此时已经成为干部的孙飘扬被临时推选当了厂长。 面对这个烂摊子,孙飘扬明白这是自己的创业机遇, 但同时也是个烫手山芋,自己一个人把握不住。 好不容易让厂子猜测药,走上发展正轨的时候, 孙飘扬已经筋疲力尽了。 此时钟慧娟也坐不住了, 她已经当了十多年的老师, 清闲的生活工作和累到虚拓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于是钟慧娟就决定辞职, 帮丈夫分担一部分创业的压力。 就这样,在1992年, 钟慧娟加入了孙飘扬企业, 并且直接被安排了企业副总裁的职位, 这看似是个好消息。 但当了十多年老师的钟慧娟对于企业管理简直是一窍不通, 也就自己的化学专业能在技术上帮帮丈夫。 因此不久后钟慧娟干脆跑到了研发部门, 一来是专业对口, 二来也能学习管理经验。 事实证明, 钟慧娟的这个决定是相当正确的, 当时的孙飘扬刚好准备拿下一款名为VP16的抗癌药的专利, 并且投入生产。 不过就算是有了专利和配方, 自己想要制药也需要技术人才。 而当时, 厂里最专业的技术人才正是钟慧娟。 于是夫妻俩一人负责管理, 一人负责技术, 总算啃下了VP16这块硬骨头。 在第一批VP16下先投入市场之后, 这款抗癌药物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产抗癌药的空白, 顿时变得炙手可热, 销量相当喜人。 靠着VP16, 夫妻俩总算是赚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。 在那之后就是孙飘扬靠着仿制药卧薪长胆, 慢慢积载实力, 最后成为中国抗癌药剧头的故事了。 但这一切的背后, 其实一直都有钟慧娟的默默支持。 那么钟慧娟是如何给予丈夫帮助, 甚至能在日后创立一个不逊色于丈夫的企业的呢? 在之前的节目中各位也知道, 孙飘扬当时由于资金少计数差, 只能先选择生产纺制药积攒实力, 等到日后资金充裕后再建立自己的研发基地。 但这并不完全稳妥, 为了创业的稳定, 孙飘扬当时其实还弄了个双保险, 第二个保险正是他的妻子终回捐。 当时夫妻二人经过讨论后认为, 抗癌药虽然利润大, 但研发过于困难, 纺制药也不一定能成功, 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, 钟慧娟打算自己再创立一个企业, 和孙飘扬之间互相能够输血, 至少两个人万一有人创业失败, 也能剩下一个。 孙飘扬认为妻子的想法可行, 此时钟慧娟已经在丈夫的企业历练多年,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经验都足以独当一面, 于是在1995年, 夫妻二人又创立了汉森制药, 由钟慧娟坐镇管理。 和丈夫的恒瑞不同, 汉森制药做的不是抗癌药, 而是抗生素等抗感染药物的研发生产。 相较于抗癌药物, 做抗生素的难度和成本要低得多, 当然相应的利润也会低上一些。 不过钟慧娟并不介意, 她明白汉森诞生的意义就是给丈夫的恒瑞当加油包, 因此即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, 钟慧娟依然保持着自己嫌内住的角色。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, 孙飘阳的恒瑞医药卧薪长坦多年,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研发基地, 企业的营收靠着仿制药也是节节攀升, 发展的瓶颈已经顺利度过。 但这样一来, 钟慧娟的汉森似乎就失去作用了, 夫妻二人原本计划过将两家企业合并, 但后来他们发现, 这些年来汉森制药也并不是毫无掌进。 在抗生素的基础上, 汉森制药又在糖尿病, 心血管疾病的相关药物上有了重大突破, 已经成为了中国医药企业里不容小觑的力量。 夫妻二人也发现, 汉森的抗感染药物和恒瑞的抗癌药物之间可以互补, 并且如果真的合并企业, 在股权和管理等方面也可能出现问题。 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, 孙飘阳领导着恒瑞医药, 钟慧娟执掌着汉森制药, 夫妻二人在抗癌药和抗生素领域各自成为了行业巨头。 时至今日, 钟慧娟的汉森制药已经拥有着840多亿元的庞大市值, 企业在资产和营收方面已经不逊色于丈夫。 不过在生活中, 她和丈夫孙飘阳也是恩爱如初。 这样一对事业有成, 和睦美满的夫妻, 实在是令人羡慕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 请关注我, 为我点赞并转发,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